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 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再无身 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 此身败无异 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 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 是求蛇吗 尽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 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 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再也能视 再耳能听 再口能言 再疑能闻相丑 再深能运用情 动作是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 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生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生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归其妙用 众性而不随着天